蓝白和平临破局原定今早要公布的总统参选人民调计算结果 却传出两方意见不合 民调专家小组讨论到凌晨还是没有结论 争议一是两党对于九份民调中的三份 是否该纳入计算意见分歧 争议二则是误差范围认定 国民党认为依照统计误差 侯对科的比数是5比1 但民众党认为应该以科文哲一直以来主张的3%误差来计算 比数应该是3比3平手 民调怎么比还没有共识 但距离下周登记已经快没时间 今天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争议 其实好像又回到原本的基本面上面 就是双方还是各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如果再继续的拖下去 拖到可能到11月24号 其实对双方来讲 这一个一直被形容是歹戏脱棚的情况 他其实会更加的进入到选民的心里面去 认为说双方好像在这个事情上面 都是没有诚意的 科粉可能对于国民党会有更多的不满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 对科文哲非常的不公平 反过来讲国民党的支持者 如果因此最后的期待落空 也会认为科文哲是非常的没有诚意 或者是觉得说在这段过程里面 科文哲可能更多的是 去瞧不起侯友宜 整个谈判筹码上来讲 他必然是国民党是会比较多的 毕竟在整个地方的资源上实力上面当然是比较强的 科文哲民众党当然现在也设定自己极有可能成为在三党不过半里面的一个所谓关键的少数 所以他其实当然也认为说自己握有相当程度的筹码 那区域立委这个部分在重叠的选序里面 他们会不会愿意让给科文哲 假设来讲赖士堡如果纳入到不分区名单 那是不是表示说我就要让给白的 在这个选序里面去选 因为这个选序这个蓝的机会是很大的 那所以当国民党先公布了这个不分区名单的话 其实他就很可能造成 我去提供更多的好处给科文哲 那所以不分区名单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指标 整立法院长王金平今日出席活动 回应蓝白和卡关消息 他认为只要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看怎么做会最圆满再继续磨合看看 但蓝白两党说要合不仅第一步大卡关 就算未来顺利走下去 真的能如愿在选举上或是国政事务顺利整合吗 可能会有什么后续成本 联合政府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跳跃式的思考 也就是说在联合政府以前 其实应该是两党的一个结盟 结盟不只是包括在未来 假设能组成联合政府上面 我要怎么去分配叫做我的职位 又或者是我们在政策上面 要怎么能够先取得一些共识 包含两岸的问题 包含经济上面 包含外交上面的问题 如果没有共识的话 这个联合政府的组成 其实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诸多的理念或是对政策上面的想法 都缺乏进一步实质沟通的情况之下 这个联合政府只是 看起来就是一个利益的 或者是一个分赃上面的结合 那这个未来运作上一定会有非常大的问题 蓝白组合最终怎么搭配 或是谈不拢拆伙 外界都在看 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活动 也谈及蓝白盒状况 我们的对手说要下架民进党 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人民 他们要上架什么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 但是我们的对手只关心说 谁要做正的 谁要做福的 你们有没有发觉 九二共识跟蓝白六点协议 不是一模一样吗 当初国民党自信满满 其实根本没有共识 两岸各自解读 现在是两党各自解读 各说各话 各怀鬼态 最后就算真的合起来 其实双方的裂痕 已经就存在于那个地方了 那假设真的是侯柯佩的话 我相信对柯粉心中的愤慨一定会更强 那他会不会因此去支持所谓的侯柯佩 甚至假设郭台铭参选 柯文哲的这个选票 会不会就流转到郭台铭的身上 或者是因此回到赖清德这个地方 尤其是年轻人 不管侯柯 柯侯佩 其实他都不会团结 假设最后不合了 这个气宝效应可能就不会发生 气宝效应不会发生 三角都的一个情况 当然最多的影响可能就是让 赖清德在他的得票上面 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得这么的漂亮 其实对赖清德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就是说真的分开来了 这个票并不会因此产生气宝 贯到可能柯文哲或是到侯友宇这个地方来 柯文哲强调蓝白盒没有破局 还是希望尽快再度协商 国办发言人黄世修受访时 批评国民党粗暴操作 也向柯阵营招手 2024大选进入最后冲刺 蓝白阵营的未知数 在下周中座会拍板定案 记者萧淳云采访报导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